从中原腹地到学域高原 从西北边陲到南海之滨 坐坐军营里拉向防空警报 官兵们集体脱冒莫哀 共同缅怀遇难同胞 今天我们心情十分沉痛 但是我一定会把这份沉痛的心情 转化为练兵场上敢打敢民的热情 练墙打赢本领练金最爱技能 我们更要牢记历史 增强忧患意识 苦练杀敌本领 把爱国情怀化作备战打仗的实际行动 正在天山深处处训的 武警新疆总队某机动支队 在训练间隙开展悼念活动 向遇难同胞默哀 并通过宣誓签名留言等方式 引导官兵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 我们一定会坚定理想信念 练就过硬本领 誓死保卫国家 绝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官兵 来到驻地烈士陵园 向英烈敬献花篮 寄托哀思 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好 先备一致 为前军兴军 贡献自己的力量 陆军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 组织官兵观看 南京大屠杀真相专题片 开展网上悼念活动 武警辽宁总队 沈阳之队500多名官兵 一起聆听爱国主义教育讲座 无数革命先烈 为了保家卫国 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勿忘国使 真爱和平 我们也要不断强化 自身忧患意识和使命职责 带领官兵 在强军兴军的征途中 不断向前 万里之外的西非马里 中国第八批 维和警卫分队官兵 整齐列队 向遇难同胞默哀 我们一定会继承烈士一致 练墙文领 为维护和平 做出自己的贡献